大家好 歡迎收看全球試者部落的YouTube Channel 我是Sam 是前香港智障游泳代表 同時是自我倡導者 並參與多項特殊奧運會 或智障人士體育運動的義務工作 上回提到 2000年殘奧會發生了 西班牙籃球員假扮智障運動員參賽事件 令智障運動員的組別一度被暫停 直至2012輪端殘奧會 智障級別終於重返殘奧賽事 究竟殘奧會的比賽分組方法又如何呢? 今集就跟大家介紹一下 殘奧運動員是按照殘疾程度 和運動功能障礙進行分組 將殘疾程度內近的運動員同級比賽 準則是根據每個運動項目的特性頁制定 而在參加國際性賽事之前 運動員是必須經過級別鑑定程序 確定該運動員是通過最低殘疾程度 才可以參加 而運動員的參賽級別 是由運動項目任何的級別鑑定師 按照運動員的醫學報告 運動功能、肌肉功能和賽場觀察 以作平衡的 殘奧賽事中的智障級別鑑定是 運動員的智能要在70至75以下 發展各種適應技巧上有障礙 包括日常生活能力、學習能力、社交能力 而且這種情況是必須在18歲或之前發生的 商會休提到田徑、游泳和冰冰球 是香港智障人士體育協會的重點發展項目 而在殘奧賽事中 這三個運動項目的分級各有不同 田徑級別主要是分為 視障、智障、老坦、卷肢、下肢障礙、上肢障礙 和雷子組 而游泳的級別主要分為 肢體殘疾、視障和智障 而冰冰球的級別主要分為 輪椅組、企立組和智障組 接下來我會繼續在全球試者部落的Youtube Matters和Miri三個頻道 向大家送上香港智障運動員參與各項比賽的成績速遞 和報導他們的相關資訊 希望大家訂閱以上三個頻道 就可以緊貼我們的最新消息